广东队在前些时候已经注册了威姆斯 威姆斯可以正式代表广东队征战本赛季的比赛了 这段时间有很多关于广东队第二外援的消息 但都没有真正落实下来 可以确定广东队第二阶段就只有威姆斯一名外援 两名外援是标配 有些球队甚至是三外援 广东队想要夺冠 最起码要两名外援 以朱芳宇的做事风格 他不可能去放弃争冠的机会 上个赛季常规赛都要结束了 还结胡来杰森汤普森最终顺利夺冠 休赛期朱芳宇在接受广州日报时采访就表示 会续约威姆斯和马尚 球队一直和马尚保持联系 教练组会定期询问马尚的伤势 也会给出合理化建议 计划是马尚能够在季后赛前复出 从现在来看 朱芳宇基本是这么做的 威姆斯已经到队 现在就看马尚 广东红圆好消息 马尚布鲁克斯已经恢复了正常训练 回归在即 如果一切顺利 第三阶段基本能够与广东队会合 马上近日在个人社交媒体上 删除了自己的训练视频 恢复效果良好 已经可以进行对抗性训练 现在是12月份 CBA第二阶段的比赛是1月份结束 随后有两个月的窗口期 CBA第三阶段要到3月底才能进行 所以说马上还有三个月的恢复时间 完全足够了 第三阶段有时长比赛 马上可以利用这时长比赛来找状态 为季后赛做准备 马上一来 广东队五上五下就可以发挥最大的威力 2019年篮球世界杯前夕 周鹏在训练中受伤 遭遇左脚第五值鼓鼓裂 周鹏本来是确定赛季报销 但由于疫情CBA停赛 给了周鹏足够长的恢复时间 最终赶上了赛会制 而且状态非常好 帮助广东队夺冠 现在马上也是这种情况 两个窗口期 相当于一个休赛期了 期待马上能够早日与广东队会合 联手威姆斯带领球队拿到四连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